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在香港的街头都会喝到的饮料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杯饮料喔 香港的朋友好像叫他什么 咸宁漆 他其实就是化眉然后 有一点盐味 然后加了雪碧 加了 柠檬 最重要的是柠檬 差点忘记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做做看喔 我今天使用的是这一款玻璃的一壶一杯 你看他是一个茶壶 然后一个玻璃杯 玻璃壶他还有一个倒口 让你倒东西非常的好倒 然后等一下 我们把东西做好的时候他的视觉感应该也会 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 那做这一道呢我们 当然就是 柠檬一定要先准备 而且要先把它洗干净 你可以先用盐把它洗干净 把它彻底的 去一下饺子 让它很干净很干净 然后就来切 柠檬 切水果啊其实最推荐的还是 瑞士维士这把水果刀啦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 连软皮硬皮都可以切 他有锯齿状 我们现在就切给大家看看 因为我们 要取中间啊大概4片左右 所以 我会 从中 切下去一块 然后 中间我们可以稍微切薄一点点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看切起来真的是 很漂亮的 菱萌 切菱萌不要急 就是 顺顺的切 然后注意一下 薄细程度 因为有时候切到一半啊 那个眼睛会跑掉 我们切4片 好 这样子就切4片了 回到这个玻璃壶上面来 我们首先 你看这个 切好的柠檬 我们先把两片放进去 因为这个杯口啊它是比较窄的 里面是比较宽的 所以在放的时候你可以稍微 再让它卷曲一下下 我想把它铺在最底下 铺好了 这柠檬放进去之后我们就要准备 化莓 选你喜欢吃的就好了 那我选这一款它是没有纸的 其实梅子啊 你可以有几种做法 一种就是说你可以先把它泡热水 然后再把梅子丢几片进去 然后最后再把那个 泡了 梅子的热水在田中进去 它的咸味会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 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我就省缺了这个动作 我直接 丢梅子进去就好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正常的话三个就好了 我们就来加冰块 如果你觉得用手不太好的话你可以 戴手套或者是用夹子 因为我这个是要自己吃的呀所以 高兴就好了 好 这装冰块呀就装到瓶子的 颈部这边所谓的瓶颈 所以你遇到瓶颈的时候就要喝这个 你就会没有瓶颈 然后 接下来我们就把雪碧请出来了 雪碧要倒多少呢 倒到跟冰块一样的位置 再来呢 我们在上面可以再铺垫 一颗梅子 在上面再铺垫一颗梅子 我这梅子稍微整理一下下 在这个地方 那我会建议啊 在上面这里 我们可以再切一点柠檬片进去 我们还剩下两块嘛 我们把它对半切 让它 可以 铺在这边 这样子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把盖子盖上去 让它的 风味啊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中和 那大概再过五分钟你就可以把它拿起来喝了 好 五分钟过了 我们先准备一些小点心 然后也准备 两个 可爱的杯垫 安平平安 然后呢 饮料啊 它其实因为里面有气泡 所以它 也把 那个化霉的酸啊整个都激发 把柠檬的酸啊都激发出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来喝了喔 首先我们把杯子盖打开 如果喜欢酸一点的朋友 我们刚刚这里还有半块 柠檬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杯子的底下 然后 我们就来倒 出来喝 可以有点冰块 这就是一杯 自制的 咸淋漆 好喝 酸梅的味道 柠檬的味道 雪碧的味道 已经完完全全的融合在了一起 这个 就是夏天的味道